如果你沒有男朋友的話 就千萬不要用這支了 知不知 大家好 我是Mira 就是因為我本身實在太喜歡香水 我自己走去學香水 所以現在是一個調香 然後我發現有一天 很好奇韓國男生是喜歡什麼類型的香味呢? 所以我就進行了一個調查 分別都問了一些韓國的男士 以及幾位女士 包括我自己 我總共準備了五種香味 因為我想大家的喜好選擇可以分明 所以我選的五種香味 全部的風格和味道都是超級不同的 大家聞起來的時候就會比較容易分別 就是這個The Body Shop的White Mask 這個味道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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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 喜歡香水的人應該大部分都有聽過 聞起來的味道你不會覺得很甜 也不會覺得很花 好像隱隱飄來的香味 聞起來就好像剛剛洗完澡出來 一個很清爽很舒服 是很有安全感的一個味道 然後Musk是舍香的意思 舍香其實是動物的一個排泄物 偏偏這個排泄物很香 所以才被用來做了香水 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這個味道像玉味 就是我們人體發出來的味道 所以就會覺得很自然 很有安全感 噴了其實你不會覺得那個人是噴了香水 你只會覺得那個人很香啊 噴了的人馬上會多了一個親和力 這個就是Demeter 這個是美國牌子來的應該是 只不過它剛剛Made in Korea 它這個牌子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應該是過百種 那我選的這個就是Sweet Baby 那因為這個味道呢 是這麼多款裡面最甜的 它聞起來首先是很重的果香 你一打開就是聞到 甜 很多水果 但因為這個味道其實都挺大眾化 平民一點的品牌 都會有這個味道 你聞到這個味道就覺得 嗯 年紀是比較小一點 是很colorful 很多花 然後這個就不是香水來的 它這個是噴衣的一個spray 蕃茄味 那因為呢 有很多人都很喜歡蕃茄味 覺得很乾淨 感覺很舒服 很清新 但是這個是女生的想法 不知道男生對於蕃茄味 會有什麼的感覺 所以喜歡蕃茄味的女生呢 就記得留意 待會男生換的一些想法 看起來好像是Jomalong的包裝 但是其實它不是 它是一個我在藥妝店看到的 韓國的品牌來的 它的包裝是非常之像Jomalong 鼠尾草與海鹽 但是噴出來的味道其實都頗不一樣 這個味道本身是比較中性一點 但是Jomalong的那支海鹽 其實當時設計的那個靈感 是在英國的海邊 噴了Jomalong的那支香水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像在海邊走的時候 會聞到空氣中有一些海水的鹽味 還有一些浪花拍打的一些清新感 然後因為它的味道比較中性 所以其實它有些木在裡面 就會令人聯想到好像在海面上 有些飄浮的木 都是比較中性一點 我自己就覺得 男生用我會挺欣賞 但是女生用的話 就可能會有一種 女生用了男士香水的感覺 大家應該一定會知道 就是Jomalong的 English Pair & Frisia 那這個English Pair & Frisia 就是2010年的產品 由出的那天開始 它就忽然間佔領了這個Jomalong的 幾乎是榜首 Jomalong的香水其實是沒有分男女的 它雖然是屬於Fruity 香粉家族 它是過香 有很多男士是買來給自己用的 它噴出來首先就是很清甜的過香 給人感覺是很清新的 然後到Fricia 小蒼蘭 那個花香出來之後 會有一點點粉絲 你會覺得整個味道是沒有那麼甜 還有柔和很多的 接下來就看看 韓國澳巴門 究竟喜歡哪一類型的香味 《大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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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新的 很清新的 第一次見面 我和我們合遇到 時的 他們有一個專業的 商務工作 專業的 男性的 女性的 中間 倆 有幾乎 我們不在乎 我們看起來 有什麼好調的 我們要讓我們 我們要把社交上去 我們要去 那些時 Pino 以前 在典獄館 學習的時候 Jomalong的感覺 就是有两种感觉嘛 对 但是这个是有压高那种 22 22 23 32 professional的那种 压得起来 有点淡淡的 有点一般的感觉 就是不特别吗 一点点的那种神秘感 也有这个甜甜的味道 但是也有优雅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成熟的 感觉不小 成熟하면서 뭔가能力도 있고 그러니까 남들이 봤을 때 되게 성공한 여자 나는 조금 더 센 사람이 좋아 그래서 나는 일본인 것 같아 음 充韵的 음 baby powder的感觉 음 baby powder 很单纯 음 男朋友第一次来家的时候 진짜 뭐 哈哈哈 第一次来家的时候 你不能用太強烈的香水嘛 好 我觉得很自然哦 基本上连年层都合喷 只是想要出去买个鸡蛋 还是买个菜 我想要喷香水 我就可以喷整个 就是一个很日常的香水 哦 다르다 因为香水很香 那一分很香 很香 我看了一眼,我看了一眼,我看了一眼 后来一直变得淡一点淡一点 不是我的风格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过度的开朗 过度的活泼的那种小女 只有小女青春感的那种小女 所以你喜欢小女生,年纪小的女生 怎么变成这种结果 这个是我的最爱 感谢你出现到我的青春里 你们走过,是这个香味 你肯定是会回头,你会好奇她的样貌,好吗? 我喜欢的味道 更年轻的味道 菜单的味道 新的味道 有点爱不喜欢的味道 甜味的味道 甜味,就是有恋爱的感觉 还有初中三年纪 就是比较喜欢甜一点 比较... 男生一大部分都是比较喜欢这个甜的 这个清新一点,甜甜的,有一种水果味 哇,BOOS 很普通的味道 香水界里的基本版 可能是没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香水的时候 会觉得这一种不错的感觉 对,对 但不会被人有一种很难忘的印象 不会回头望的这种程度 真的很艺术 这个味道 很艺术 蜜蜜蜜蜜 但是,我喜欢人家的感觉 但是,我喜欢人家的感觉 我喜欢人家的感觉 但是,我喜欢日本的感觉 但是,我喜欢人家的感觉 我喜欢人家的感觉 所以,我刚刚刚在健康上 我会看到女人的感觉 那,那是否应该是好吗? 肥皂的味道 这个,一般的男生来说 都不太喜欢 我妈妈的味道 哦,我妈妈的味道 哦,我妈妈在家里的味道 打走卫生嘛 太小了 如果它淡一点的 还是不喜欢 我觉得,现在这个味道 不是香水的 只是衣服 我是三十 我最少三十 我最少三十 当兵的时候 打走卫生嘛 在那里面 那里面 这个是我们不对 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最少人的味道 哇,化妆都很浅 很浅 哪里面有很多东西 很多故事吗? 哦 香味很浅 那个香味 所以,我感觉到自己的感觉 農民吗? 啊,我感觉到很多香味 香味的感觉 但是,它是很小的香味 但是,这个香味 是很小的 但是,这个香味 是很小的 我喜欢的香味 不是很小的 啊,都很不错 最初的香味 所以,我感觉到很浅 但是,我感觉到这个香味 你女朋友是用这个味道 然后,你抱着叉 你一直觉得 啊,这个香味 对啊 就可以想起以前的香味 那个 三一番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味道 我觉得 softener 它油顺剂得来 又有点太浓 就是,双号洗好的衣服出来 好香哦 但是,我不会觉得是香水 我会觉得是衣服味 哇,天啊 你到底用了多少 你才会有这样的味道啊? 我没有环保 就是你干嘛用那么多西衣 哈哈哈 但我跟正常男女女女女士 应该都不讨厌的 就是,聞到这个味道 但你闻一闻一闻 你会觉得有种厕所的味道 嗯 虽然是很香 香味 香味不太香 很软 很软 日本人跟同样 好像 工作的时候会有点 年轻人 我跟那些年轻人 你跟那些年轻人说得正好吗? 我跟那些年轻人说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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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买的香味 第一个比较小的味道 比较老一点 男女女士的味道很高 很高 这味道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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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那些年轻人说得很高 我跟那些年轻人说得很高 很高 你试试 你觉得有什么感觉吗? 不是 男女的味道 那味道很高 这味道很高 这味道很高 但是女的味道很高 这味道很高 但是 好奇 他为什么用这个香水 这味道很高 这味道比较小的味道 我不喜欢 因为我自己用过的香水味道 正确实 如果说 这味道很高 但是 女的味道很高 这味道很高 这很像男的香水 太古龙水了 这是我不会喜欢的 嗯 我也不喜欢这些 或者那晚想着跟你男朋友到过一晚 热情如火的晚上 可以试试试试的 为什么 女人味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种 好像引诱到男人 会想咀嚼来的感觉 好像我说得很露骨 但绝对不是学生感 就是再成熟一点的那个年龄层 可是你们本人是觉得不会有吗? 不会有 我会有 太大了 是吗 正在中间 就是在中间 我会有很多 有联系的感觉 有些人都可以用 因为我会有很多 没有 基本的 基本的 原谅 不够 现在 似乎你 有一点 我感觉到 好像有些人 一点 所以是比较有钱的 对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负败了 你不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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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使用的约大量 挺好看的 这些约跟一样 同样的约 但这个人比较好 然后是 男人比较喜欢 男人比较普通的女性 比较喜欢的女性 很多人比较高的女性 第三和第三是 人比较高的 现在是没有高的 但現在比較好 最初的感覺是紅色的 很像花香的感覺 有花香的感覺 那種感覺 不太好 有一點蜂蜜加花香味 因為不一樣會帶不到層次 一開始就覺得很甜 然後現在就變淡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愛活潑風 就是我們想認識到朋友的味道 那個女生長頭髮 然後剝頭髮 然後散發這個香味 你會幻想到它是穿裙 還要是連身裙 春天的味道 大學生或者剛剛出來做事 如果比2號、5號特別一點 這對我來說可能有點太淡 我會覺得這可能兩個小時後 我就想再噴 想說今天我想要做一個淑女 甜甜的感覺 然後就會可以噴這個 如果跟男生說話聽的話 我會選擇我第二名次的5號 今天總結就是 不可以用一支香水 是要根據不同的情況 用不同的香味 而去吸引不同的對象 目前來說 就是果味是最穩的 所以這個 英國你和這個Sweet Baby 都是挺高分的 因為我以為男生們都會喜歡這些 若印若然的味道 結果不是 他們可能比較喜歡一些 那個香味比較明顯一點的味道 因為我們設定那個情境 要決定 進不進一步交往 如果把情境設定 是跟女朋友 在家裡的時候 希望女朋友用什麼香水 那個答案可能又會不同 如果你沒有男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用這支 知不知道 因為大部分的男士都不會非常喜歡 中性 或者比較男士的味道 而這一支 就更加令韓國男士們 勾起不快的回憶 如果是希望跟韓國男士 拍拖 或者是你已經有一個韓國男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用這一支 番茄味 我之前有聽過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 每次去見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準備做你男朋友的那個對象 你每次去見他的時候 都用同一種香味 可以令他加深對你的印象 或者是熟悉感 不是沒有根據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 大家要試過才知道 在這裡 祝大家 沒有男朋友的話 就 希望快點利用不同的香味 可以認識男朋友 然後 有男朋友的話 就可以 利用香味 更加去令你們的愛情更加美滿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幫我這麼多支持我 記得follow我的IG的話 就可以知道更多我的韓國生活動向 那 謝謝大家的收看 bye 很多女生都問 很多女生都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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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男生一個都沒有男生 男生的臭 臭臭是沒有這麼靈敏的 女生經常以為男生很喜歡 white mask的味道 是因為如果男生噴了white mask這個味道 那些女生就會很喜歡 但其實在男生的角度來說 white mask的味道 只不過是一種普通 剛剛沖完澡的味道 但如果你真的約會 真的在一些很決定性的日子裡面 對於她們來說 這種味道是對她沒有什麼魔力 沒有我覺得有一種兩個人去旅行 洗完澡穿的那個浴袍 然後有這個味道 然後欸 到底是囉 哈哈哈哈